自己換塗的時候 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倒下去 這樣就破壞它的房子 它要重新蓋一個 很辛苦喔 有不少朋友來我們店裡換塗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幫他先看一下盒子 為什麼要看呢 我主要是要看一下 第一個它換塗的時間 然後再來呢土的狀態 還有呢這隻幼蟲養了多久 是不是到了蓋勇士的時間了 所以我都會這樣看一下 如果看到了 哇它在蓋勇士喔 我就會請它小心的帶回去 不要換塗了 主要是它蓋了勇士 甚至在裡面已經化勇了 然後呢 從家裡到我們店裡一路奔波 這個蟲就已經被打擾了喔 所以來換塗之前 或是自己換塗的時候 最好先看一下盒子外觀 算一下幼蟲齊的時間 是不是已經蓋勇士了 或是已經化勇了 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倒下去 這樣就破壞它的房子 它要重新蓋一個 很辛苦喔 甚至沒辦法再蓋一個 必須要做人工勇士給它了 今天呢 就叫大家來觀察 飼養箱 這隻幼蟲蓋勇士的沒有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喔 這隻呢 是CAK南洋大兜蟲 因為它的體型不大 所以我的飼養容器是4500cc 幼蟲齊大概一年半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邊土的結構比較紮實 顏色跟旁邊不太一樣 有一個小洞 通常這個就是勇士了 看到這個勇士 我們就不要打擾它 放著也不換土了 這隻呢 是上次雲領大鹿角那個影片當中 吹有的那隻母蟲 現在呢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它在蓋勇士了 土的結構跟旁邊的土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吹勇 所以我用的容器非常的扁 非常的小 讓它感覺到改變了環境 所以趕快去化勇 這隻呢 是彩虹翹蟲 它是養在菌瓶裡的 很明顯的看到 它在裡面已經潛勇了 這隻呢 是寮國彎角大鵬的母蟲 我只是把它養在500cc的木屑裡 它目前正在努力的蓋勇士喔 看到這種情況 我們就不幫它換木屑了 這隻呢 是九紅叉角的母蟲 很明顯的它已經化勇了 我們可以看到 土的顏色會有一點紅紅的 像這種通常是勇士居多 剛好這一隻呢 勇士是蓋在靠牆的地方 所以很明顯的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它 這隻呢 是墨龍白兜的母蟲 已經養超過一年半的時間了 它現在呢 有在邊邊 我們可以看到 土的結構是不太一樣的喔 它現在正在這邊蓋勇士 這隻呢 是墨龍白兜的光蟲喔 這裡很明顯看到有一個洞 還蠻清楚的 它在裡面已經化勇了 這時候也是一樣 不要去打擾它 不需要換土 就放著等到它自己餘化 或是呢 開個天窗 看看它裡面 勇士有沒有蓋好 也可以 這隻呢 是海神大兜蟲 因為前期沒有顧好 所以它比較小隻 我呢 一樣把它養在 4500cc的容器裡面 現在呢 很明顯 它在裡面已經化勇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盒 緬甸大岔角的底部 都有紅紅的色塊 以時間來推算 這就是它的勇士了 這一邊呢 比較不清楚 但是可以看到 紅紅的色塊 另外一邊呢 很明顯 它已經蓋好了勇士 準備進入前勇 這隻呢 是力氣長脊大兜蟲 我用的是4號箱來飼養 目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側邊這邊 它因為是勇士 是蓋在短邊這邊 你看 還不到15公分 所以有點小 目前還沒有前勇 等到前勇的時候 我會幫它做人工勇士 不然的話會有點危險 雞兜類或是獨角仙 比較特別 他們的勇士呢 是直立的 所以呢 要換圖時 要注意底部 如果有一圈 黑黑的 或是有一個小洞 那就應該是它的勇士了 這時候就不要換圖了喔 這隻呢 是安達優石 敲心蟲 因為放太久了 看到上面這邊 菌都萎縮掉了 不過呢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邊有一個勇士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 已經有黑黑的反光 這表示 這隻已經羽化成蟲了喔 我們直接把它打開來看看喔 一隻安達優石的母蟲 我們可以從它的翹翅 以及屁股 還沒有收回去的狀況 表示這隻呢 羽化還沒有超過一個禮拜 好 我們小心翻過來看肚子 只要肚子紅紅的 就表示才剛羽化沒有多久喔 我們可以來看到這邊有兩隻霸王鬼燕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顏色不一樣對不對 這一塊就是它的勇士的位置 然後這邊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小洞 這是它勇士的位置 我們有看到一個反光對不對 那會表示它已經羽化成蟲了喔 我們把它挖出來看看 這一隻呢 我是用2000cc的容器來飼養 我們可以看到 哇 這邊有一個小洞 很明顯吧 我們直接把它剝開看看 哇 很漂亮的一隻母蟲喔 看起來也是 剛羽化沒幾天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肚子 正常的話 肚子應該是黑的 它目前呢 還紅紅的 對不對 看起來大概 雨化 兩個禮拜左右 它之後會慢慢的定色 肚子也會慢慢越來越黑 現在呢 我們就會 把它放到水苔裡面 水苔鋪厚一點 濕一點 讓它在裡面 不要太躁動 度過制伏期 接下來呢 我把它們放到 比較濕的水苔裡面 這個你看 就非常濕 這是完全乾燥的喔 是不是不一樣 然後呢 把蟲 這兩隻蟲 小心的喔 把它放到底部 好 水苔整個把它蓋住 蓋上蓋子 記得 蓋子一定要打動喔 讓它有透氣 另外一隻呢 一樣 這一隻 剛剛雨化不久的 要更小心一點 好 一樣 放到最底部 水苔把它蓋著 接下來呢 我會用低溫 大概20度左右 來 讓它們 度過制伏期 記得透氣度 是很重要的喔 如果沒有溫空的話 要注意透氣度 不然的話 蟲很容易悶死 記得喔 在換土之前 一定要觀察一下 盒子的四周 以及底部 如果有蓋永式的跡象 就不要幫它換土 我們就要放著 不動它 不打擾它 讓它安全的化油 甚至到雨化 所以這段時間 盒子 盡量不要去動它 是最好的 這一隻呢 是為了給大家觀察 我才把它挖出來的 正常呢 我們應該讓它在土裡面 度過制伏期 盡量不挖出來 是最好的 那我們也可以抓時間 譬如說 我今天發現它 已經雨化了 我可能會看這隻 蟲的制伏期 有多久 如果兩個月呢 那我大概一個月的時候 我再把它抓出來 放到水苔裡面 如果這隻蟲 它的制伏期 長達半年 我可能在三個月的時候 再把它抓出來 放到水苔裡面 觀察它 不要太早把它挖出來 這樣的話 它壽命會比較長喔 那今天的介紹 就到這裡喔 希望大家 換土之前 一定要好好觀察 土的狀態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想看甲蟲老師拍哪種甲蟲 也歡迎留言 讓我們知道喔